10月中的时候我们也提到 就是说在中小记现在面对很多的 是银根周转的问题 除了我们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将现有那个八成的保证计划 是优化了之后 我们也都是在今年年中的时候 开始讨论和最后推出 就是一个九成的信贷担保计划 参与个银行是反映正面的 也都有一些个案已经是收到进行 所以这个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很多中小记和我们提及的 就是说除了生意方面 除了是前景方面考虑 很多时候怎样调动资金 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么这个九成的信贷担保 正正就是为那些比较中小微企 或者是成立展不是太长的 是否让它做到一个更加好的 就是银根上面的解决方法呢 那么这个计划在上个礼拜一的时候 16号的时候 是正式推出接受申请的 那么在接受申请的第一天 我们已经收到申请的了 而这一宗的申请呢 也都是已经批了出去 那么这家企业呢 在上个礼拜四呢 其实已经提出了提取了款项的了 那么这个速度呢 我觉得都是非常之快的 那么就现在来讲呢 我们跟银行了解之后呢 大约他们是已经接受了 大约是三十几宗的申请 那么已经递进来我们公司的呢 已经是有差不多十宗的了 我们其实今天呢 就今早为止呢 就已经批了五宗出去的了 那么变成这些这样的中小企呢 希望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呢 是能够拿到他们所需要的款项 我们下期待的地方